在我們開始建立自己的所謂的課程也好或群組之前 你要先了解一下OneNote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一個教材類型跟測驗提醒 那麻煩您進到這個地方所謂的任務 任務這邊來 你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測驗提醒 我這裡列了12個 那它有很多種 打開之後稍等一下 你可以看到有什麼 有練習題 知道什麼叫練習題嗎 它可以回答很多次那一種 萬一這一題我答錯了 你就再答一次再答一次嘛 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老師重點不在於說知道學生的對跟錯 而是要知道什麼 他轉換的歷程 為什麼他第一次答A 第二次又答B 對不對 他的轉換是什麼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試看 第二個呢 這種是投票題 像這裡啊 這裡啊 這都是投票題 還有一種它還有塗鴉題 像我們剛剛那個一樣 欸 考試那我一定要直接用 用文字的 我用土的不行嗎 當然也可以 那另外呢 還有什麼 影片題 欸 什麼叫影片題 有沒有看過很多綜藝節目 答案就在影片中 不是題目就在影片中 可能看一段之後 然後就 把題目啦 就插入進去 所以它這個是oneone的特點 那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 角角作業新的 當然這個是屬於付費功能 付費功能 所以我把它最下面 那我先來 順便大家一起練習一下 請問一下 最近剛過了小滿嘛 二十四節氣 蛤 小滿 小滿 對不對 對啊 再來就 立哈 立哈 立哈嘛 對不對 小滿嘛 小滿再來就 走來歐邊 變盲種嘛 請問二十四節氣 到底是農利還是國利 好 沒關係 各有各的支持者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的答案 會隨著怎麼樣 年齡的增長 慢慢答錯比較多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題目 小學二年級的 我們家小朋友 我們家現在有 小一跟小三嘛 一二三四 蛤 不是我生氣的 一年二班 三年四班 剛好一二三四 他們二年級的時候 那個暑假就會 就在教 什麼叫二十四節氣 哈哈哈哈 欸 因為這個我已經回答過了 所以 你看 你就看看是哪一個 對不對 你就填了之後 按提交 這樣了解嗎 好這是第一題 那 你如果做完這一題 你也可以順便再 繼續往下做 可以嗎 好 欸 舌頭上 哪一個味道不是 舌頭上所感覺到的 好 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試看看 我們味蕾 對不對 酸苦 甘辛甜 還有鮮味啊 對不對 哪一個不是 單選 我強調的是哪一個不是 沒有關係 各有各的喜歡的答案 對不對 一樣選好按提交 請問這樣可以 對不對 那 你待會呢 可以再 你就做到前面這四題好了啦 好不好 因為這兩題 這兩個花 最近常看到啊 我們這邊也有啊 好 隨便你齁 反正 我就是有題目就對了嘛 呵呵呵 欸 你也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 這裡也可以跳上一題 下一題 對不對 你要跳比較遠就點中間 就點中間 好 那我就跳下一題 欸 最近這個花應該也常看到吧 對不對 好 來 請你先回答一下 我等你 現在大家已經回答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家 看看 平常有沒有 有嘗試還是常看電視而已 好不好 來 你看第一題 喔 我們剛剛講第一題是什麼題 是不是練習題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回答很多次 像這位同學 他竟然給我回答了七次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要的不是他幾次 而是說 知道他為什麼要答七次 對不對 那 你打開這個 這裡 你把它點開 我們看一下 我記得這裡可以打開 點他 這裡 他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 他哪一次 你要看他回答哪一次的 你就可以點下去 就知道他是 按哪一個 當然也有可能一個情形 就是 他發現按了提交之後怎麼樣 好像畫面沒有收起來 對不對 他這裡有一個 就是 界面上 我覺得有點設計上 還不是很ok 就是他 只告訴你說 都提交ok的 可是他並沒有告訴你說 文成 對 對對對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這就不能怪他有沒有 所以他的七次 哈哈哈哈 不要 不要以為看到七次就這樣 好 那我們 我們 可不可以先問一下 到底正確答案是 國力還是農力 國力 當然是國力的啊 因為一個月固定兩個節氣啊 哈哈哈哈 所以 我們的題目 答案就在題目裡面 你們沒有注意到齁 點進去的時候 我有放一個圖 請問這是跟太陽的關係 還是跟月亮的關係 這樣了解啦齁 因為我不是要考倒你嗎 嘿 這樣會的齁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的互動就比較多一點點 當然他現在新版本也有那個手機的 就是行動的介面 我們現在這個是所謂的 所謂的電腦上的介面嘛 因為有些 現在有些 學校他用所謂的平板 好用平板 我是不太建議 用手機那麼小的螢幕啦 好 就是你用平板的話 比如說七吋八吋啊 他可以看到的 會是另外一個那個 就是 瀏覽的介面 好 另外瀏覽介面 那另外這個味道咧 哪一個不是 蛤 酸苦甘心甜 我們來看看 這是投票題喔 我們來看 結果是怎麼樣 投票題 有沒有 馬上統計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回家 因為答案是辣味 辣味 是味覺嗎 不是 他是痛覺 所以 你在吃辣的時候 你身體在跟你講 好痛好痛 你說說好吃好吃 這樣子 你對得起你的身體嗎 OK啦齁 有沒有發現這樣可以有嘗試一點 那麼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給他做測驗 不是最主要的 還有一個 有沒有發現 我們會有個單元說明 這裡有沒有一個症結 這樣了解齁 你可以給他這邊 給他答案 那 讓 帶他去看啊 今天如果是他在家自我學習 也可以啊 對不對他可以 我們歡迎他偷看答案啊 反正又不一定 你了解我意思 我們要的是學姿勢 而不是要學 那個成績分數 不是那麼重要 那其實你就可以 你看像這裡 有沒有 科技部有一個這個 科技大官員啊 上面就很多所謂這種科普姿勢啊 這是常識啊 對吧 可是有時候我們就是 沒有特別注意 不會 特別講說 欸原來這個不一樣 好 那請問下一題咧 這一題應該很容易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邊也很多 因為我們這邊也很多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統計的結果 誰知道什麼叫投票題的齁 你看這個答對率很高 蜂蜜木是很像啊 但是那個 花沒有那麼多 蜂蜜木那個花比較大 比較大一點齁 然後 再下一題咧 下一題是這個 這一題叫雞蛋花 俗名叫雞蛋花 你看百分之百答對吧 但是通常 我為什麼要特別寫這個 因為我知道 如果寫這個 答對率就會降低嘛 哈哈哈哈 真的沒錯齁 好 有沒有發現這樣也蠻好玩的 嗯 那 這個呢 塗鴉題 有些同學已經回答了齁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塗鴉題的話呢 欸 就跟我們剛剛手寫筆記有點類似了 也就是說 今天我的題目 不見得一定是用這種問答的 我也可以請他用土的啊 對不對 我們的胃潰瘍 我們常見到 就優門趕去優門趕去嘛 那胃有 開口有出口啊 到底是上面這裡 還是下面這裡 對不對 齁 哪一個才是症結呢 來我們看一下 這裡 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每個人回答的情形 欸 喔 我有發現 這兩位同學 不小心答錯了 他畫在偏上 這三位答對了 那我怎麼知道他畫的在哪裡 比如說你看我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圓圖是跑出來 喔這位同學 你這樣還畫到旁邊來 我還看一下他當初怎麼畫的 有沒有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意思一點 對不對 好 那一樣的就是你進來之後 欸 土還沒有出來 稍等一下齁 但是你一樣可以 就知道他當初怎麼畫的 這樣OK嗎 不OK 不OK 三不 三不 哈哈 沒有關係 好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測驗的 這些提醒 你可以發現說 欸其實 主要 是把測驗的方式怎麼樣 比較豐富化 不要說欸只是單純的老師 老師問老師 然後就請同學回答 有時候同學是不是都不敢舉手 不然就是舉手老師那幾個 可是我們如果透過這種方式 因為可能每個人都要回答也好 欸我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那些 沒有反應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是沒有反應 是不敢講 是不知道 還是 有什麼樣的原因 喔 之類的你就可能可以從這邊去做 那另外這邊呢 這也是投票題啦 投票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這個 就是影片的測驗題 我們講的 題目就在 影片中的那一種 那我這裡有寫喔 題目在哪裡 是從第四分 四分四十秒之後出現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齁 好 好 這節目 你可能會不會看過 來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 喔有有 我想問我想問 西館西館 請問誰是這裡最過量的人啊 好 那我們來看看西館 好你看 沒有碰到會轉對不對 欸 有沒有題目出來了 他會把你中斷一下 他就問你啦 請問 隔空這樣讓西館會轉動 請問是什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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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搖頭呢 我已經 哈哈哈哈 對啊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 萬一地心與你 答錯了 怎麼辦 再試試看看吧 摩擦你 摩擦你 對 因為只有答對 才能夠繼續看下去 好嗎 哈哈哈哈 這樣有了解嗎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繼續看下去了 那題目不是只能出一個 你可以出兩個三個 因為有時候 這個 好這個小朋友的那個就不用看太多了 但是呢 重點是在說 你可以出兩個三個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不是 影片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 也通常會比較喜歡看一點嗎 我們在上面表演得很辛苦 他覺得也不是很高興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透過這些所謂的輔助的教材 是不是可以讓整個課堂就比較活潑一點 這樣OK 因為現在教室的話原則上 上網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又加上我投影機 不見一定要電腦教室才能夠用 這樣有沒有發現比較好玩呢 可以齁 好 OK 所以我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 你後面幾個提醒 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參考看看 好不好